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是比較殘念的試讀時間 原因就看我娓娓道來了 雖然這次的影片有點簡短 五欲飛仙 開發商是中國不知名的廠商 但經查證後很大的源頭是來自於光魚遊戲 反聖眼世間專門做量場換屏的小廠 根據巴哈發布的文章 台灣這次的代理是老牌遊戲公司 遊戲浪潮 我是不知道有多老牌啦 但看官網展示的遊戲 聰明的觀眾大概也可以推敲一二了 不過現在的官網已經死去了 我是使用時光機去掉出來的 而且該公司的員工數 在不同地方查到的還不一樣 不過關於公司的唬爛簡介 總覺得極大的概率 背後可能又是中國的某公司 而文章中提到 遊戲開發商為能玩網絡 光這個網絡用詞 就知道百分百是中國開發的 至於為何要繞一圈 把遊戲交由韓國的Pensky上架 除了假借韓國民意包裝外 個人推測這背後 應該也是有中國無形的手存在 我是覺得巴哈對於這類文章 是否該好好思考管理辦法了 有種越來越像中國垃圾遊戲網站的風格 不管遊戲質量 什麼狗屁都能放 完全也不會對背後的提供來源 或者出處做審核 那這款遊戲 其實我在中國網站找了好幾天 但下載後 每款的伺服器都已經填運了 所以這次只能走圖文介紹的風格 但這類幻皮樂式遊戲 如果看過我這麼多次的介紹 即使不用實際演示 各位也能發揮想像了 遊戲玩法是放置MAO 開局有雙子頁可以選 看到這高質感的建模 應該也不需要我多做評鑑了 再來就是常見的放置類開場 後面就會展開一場 自動巡路跟大概率的輕功演示環節 各種一鍵放置 Auto Play 讓你花錢不用惱 快樂沒煩惱 養成方面也是滿滿的熟悉味道 你可能曾經錯過 但一定看過 並且一定標配換皮遊戲引以為傲的閃亮大翅膀 看了有沒有好想下載 好想刪除呢 其他就是常見的課金模組 應該不需要我多贅述了 結論 修仙垃圾 厚顏無恥 其實這款就是有在販售的商業換皮遊戲 一般人就可以透過網站的方式去購買後上架 這大概也是為何我下載後卻都是死去狀態 可能一堆人妄想賣垃圾割韭菜 卻發現根本做不起來 笑死 而其實今天的重點是 7月開始了 上次的手遊營收月報回想還算不錯 所以近期我們會再整理6月的營收月報 主要還是會以我曾經介紹過的遊戲為主 而各位有感興趣的遊戲可以留言給我 有機會的話就一起列入月報中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份影片 它們可以看到 嗯 感谢观看